政府推動原住民族教育 期盼建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但什麼是原住民族知識 如何取得並運用在教育實踐當中 全國布農族設議期間 除了祭典展演跟各類運動項目競賽 布農族教育界同時舉行 布農族學學會教育研討會 希望在布農族教育界跟文化界 凝聚共識建構完整的布農學知識 布農學今天算是一個草窗第一次 部落的聲音應該要從學術的力量去發展 如果部落的聲音只停留在 吶喊抗議跟布條 這個部分是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所認同 以學術為基礎的方向去打通部落的聲音 我們更需要的是整個 是一種跨領域的一個學會的組織 不管是學術界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地方文史工作者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祈老 想辦法在布農族社會 我們去推動一個運動 把我們的布農族的知識分類體系架構建立起來 而且這個架構裡頭 一本一本的這個原住民族知識的內容 也要把它填充進去 目前被單族排完族 都有族群學會組織 布農族有志知識 希望透過首次舉辦的布農族學學會 未來開始著手分配 共同採集與建構布農族的知識系統 讓族群文化能夠代代相傳 記得我們找到高雄南華校採訪報導